为庆祝中秋佳节,9月15日中午,香港仁爱堂组织的中秋花灯慈善盆菜宴在团门区举行 现场设置了超过100席盆菜宴,供香港仁爱堂下辖机构的长者免费享用 整个会场坐无虚席,盆菜宴营养丰富,既有大虾、猪皮、烧鸭等荤菜,也有香菇、萝卜等素菜 长者们吃得不亦乐乎,他们表示仁爱堂提供了很好的机会,让老朋友们团聚在一起 老人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氛围 很高兴啊今天,因为有这个慈善机构,帮我们的长者团聚一下都好 盆菜宴后还有精彩的赏花灯活动,所有花灯都是由长者亲手设计 各式各样,既有动物形状的,也有古运风格的 老友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,流连忘返 活动的最后,仁爱堂向各位长者派发了装满饼干和面条等礼物的爱心付带 为老友记送上节日的关怀